我是一把,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如何收納我的臉部還有我身體的清潔保養品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那就請繼續收看下去囉 然後呢,等一下的影片就是我不會露臉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樣的影片 如果你也喜歡這種沒有露臉的影片的話呢 請給我一個like好嗎?那就先這樣子囉 現在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個儲物櫃呢 就是我的櫃子,對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這個門中間有一條縫隙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上次就是把我的那個櫃子就是門拆下來重新粉刷 裝回去之後就變成是有縫隙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現在呢,我就先把我的櫃子門打開 打開之後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裡面有非常非常多東西 然後它是一個三層的就是櫃子 那我現在呢,就一一來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收納的 然後其實第一層呢,就是 就是,不是保養品耶 就是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跟一些就是擴香器的 呃,就是那叫什麼 就是補充品啊那些的 這邊有沒有,就是放一些擴香器 然後這也是新的擴香器 這邊呢,就是都是放我的衛生面條 然後這邊就是放一些就是 呃,我喜歡的秘密寶貝的東西 就是放在這個,超米的盒子 這一個盒子啊,真的歷史非常非常的悠久 你看,這邊喔,就是可以看到那個美上一家他們的公司標 2001年出廠的耶 就是之前以前買上水 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歡Tommy的衣服的任何的東西 然後呢,那時候就是買東西 本來就是這個盒子 然後後面這個盒子也是,也是Tommy的盒子 本來就是放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那真正的保養品呢,是的,就是在第二層 那現在呢,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收納我的保養品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最左邊這邊 最左邊這裡呢,就是我的 呃,臉部的保養品的東西 這個大盒子呢,是 呃,那時候我在英國念書 帶回來就是買那個Ted Baker的那個 呃,沐浴組合 然後呢,這是 呃,現在空盒子裡面嘛 我就都會放一些 就是我的那個小小的試用包 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有什麼東西 就可以非常的一目了然 大部分都是,試用包 都是一些,其實我以前 呃,很常分享的一些牌子 然後呢,現在就看這個裡面 裡面的話這邊呢,就全部都是 呃,臉部的保養的東西 那我會從就是最前面 像比方說這邊是保養的 這個呢,就是我的精華液 精華液的話呢,我就是會把它 呃,放在最前面 那我最前面的話呢,基本上 其實就是,呃,那個什麼 就是保存席線先快要到了 然後我就會先用 然後保存席線比較後面的呢 我就會放在越後面 然後像這個NARS的話 這個後面比較高的呢 其實就是我的化妝水 大家看得到嗎 後面的話這邊呢,就是我的化妝水 然後我一樣就是會 呃,保存席線先快要到的呢 我就會放在前面 像這一罐NARS的話 它的保存席線是到 20...2017年 所以呢,我就把它先放在前面 這樣子呢,就是 等我下次東西去的時候呢 我過來拿東西 我就可以很快的知道 我應該要先用哪一罐 那像這種比較小的東西 它剛好就是有位子可以放 我就會放在前面 這一個呢,是Tarte的眼霜 所以我下次眼霜用 我就可以先用這一個 那基本上其實我 現在的保養品 現在存貨不算很多 因為剛好也到了 現在是8月嘛 大概10月份 不就是會有年底的 就是週年慶 那那個時候呢 我會就是開始 再好好的囤貨 那要囤貨之前 我就會先來看 我還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先買起來放的 那像這一組 就是屏幕渲染的東西呢 其實買了還沒有用 那上面就是 會有標明是什麼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一組 就都是臉部的基礎保養 那我就知道說 OK,我現在就是還有一份的 這個臉部基礎保養的東西 還沒有用完 然後接下來的話 像後面的話 這個就是保持期間更久的 這個呢 也是Blizz的眼霜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我的面膜 就是我會這樣把它們疊著 所以就是如果我要找面膜的東西 我就是你知道 從裡面挖 就是我自己大概放的東西 我會有一定的順序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 這邊呢 是臉部的精華液化妝水 然後這是臉部的基礎保養 然後跟一些保存期間 比較久的呢 我就會放在後面 這些全部都是 有按保存期間的長跟短來放 不是長跟短 就是誰先到齊 我就會放在前面就對了 然後呢 這個就是 之前在泰國買的 那個棉花棒 現在沒有地方放 所以我就會 像放在裡面 接下來的話這一邊 就是 算是比較是身體類的東西 像這邊這個就是我的身體的爽身粉 然後這個呢 大招是什麼嗎 因為呢 我是一個有在做 就是 Bikini Wax的人 就是 我大概從 幾歲 我忘記 反正我就是會把我的 大家你知道齁 就是 私密部位呢 就是會 做除毛 大家如果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 大家在留言給我 跟就是幫我的影片按讚 我下次再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 私密部位的除毛的一些差別 這邊全部都是私密部位除毛的東西 然後 Surgi這個牌子呢 這個系列不是很好用 可是這一罐呢 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後呢 這個是 Sally Hansen的 這個我還沒有開來用過 好 那反正這邊就是放我的身體的東西 那我就會這樣子 把它們疊著 那 我用過了東西 我就會先 就是已經開過 我會先放在上面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做Bikini Wax需要用的 就是這個 這個 刮 刮棒 就是你知道 要挖那個 蜜蜡的時候 那個刮棒 這個東西其實啊 後來我才發現 在淘寶買非常便宜 可是這個呢 是我那時候在 英國念書的時候呢 就買了 在英國買其實 不便宜 好 然後呢 這邊東西 就這樣放好 然後像剛剛這個 掉下來的這個呢 也是適用品 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我會直接就是 找一個地方把它這樣子放著 就提醒我 它還是試用品 有機會要用 接下來這一欄的話呢 就是 比較算是身體用的東西了 像 因為大家知道我在上健身房 我會買這種小的 就是這種止焊劑 那 只要是用完的話呢 我就會打開這個盒子 就是來做 就是 拿我的補創的東西 那這邊真的是護手霜 這邊也都是護手霜 就是一些比較小的 送的試用品 然後這邊也是護手霜 就是我會把臉部的分一類 然後身體的分一類 那這邊就是一些 運動在用 有時候做比較肌貼運動 就是 你身體會痠痛 腦會擦這個 像這種痠痛的 不算是藥物軟膏 算舒緩的這些東西呢 我通通都會 把它放在同一個盒子裡面 所以這邊其實 比較像是我的 健身房子的東西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是剛剛跟大家講 Bikini Wax 它裡面附的一些小kit 那我把它就是 盒子丟掉 拿出來 因為那時候 就是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東西還蠻多的 所以 海運的時候很多盒子 我一直把它丟掉 那這個肥皂呢 其實就是 剛好因為有空位啦 然後這邊也算是 身體類的東西 我就把肥皂放在這裡 這個是去那個 義大利的 卡布里島 就是在我生日的時候 去玩的時候呢 買的東西 那這邊就都是一些止焊劑 一樣都是止焊劑 這邊呢 就是比較算是 我的手跟我的止焊劑 的部分 那盒子 對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關於收納的部分 像我知道收納的話 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去大創買一些那種 塑膠的籃子 其實那種也可以 可是呢 像我覺得在收納的話 其實跟我之前 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在收納我的梳妝台也是 如果你在買盒子的時候 你要這樣買 就是像這樣的盒子 它的底到上面的寬度呢 是一樣的 你不要買那種梯形的 它下面如果很窄的話 你其實放不了什麼東西 可是它這樣子外面 梯形高起來 其實又很佔空間 那或者像有的那種籃子 外面它會再加一個 就是那種彎彎的 凸出來的東西 那種有必要買 我覺得那種呢 其實收納效果都沒有很好 那像我這個收納盒的話 就是我的鞋子的盒子 所以呢其實 如果你剛好有漂亮的鞋盒 留下來 其實是最省錢的方式 那這一邊呢 這個盒子其實也是我的鞋子的盒子 這一個好像是我的 Mar by Marc Jacobs的鞋子吧 然後呢一樣 這邊呢就是算是比較洗澡類的東西 這邊呢就是會放一些我的身體乳液 還有跟我的沐浴乳 像比方說這個是Soap & Glory 就是我已經愛用很多年的一個英國牌子的 他們有就是身體的清潔 還有乳液跟臉部的包容的東西都有 然後還有像這邊就是都是放我的乳液 這邊呢就是放小的乳液 然後那這個呢就是沐浴乳 然後這個像比如說是身體噴霧 我就是基本上只要是身體的洗澡的跟乳液的 我就是會全部放在這裡 那一樣就是會按保存洗線來放 比方說像我知道這一個就是 嗯肌膚之藥的這一個身體的 這是什麼 這是身體的那個沐浴乳 它比較快要過期了 我就會先放在前面 所以我下次沐浴乳用完的時候 我就會先拿這罐來用 然後還有像 對啊這邊就都是沐浴乳歐書蛋啊 跟上次之前買的 然後這邊乳液也是 就是保存洗線比較後面的呢 我就會放在比較後面 那這樣以後我就知道誰要先用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最右邊 最右邊的話其實也是我的身體親切的東西 那它們這些呢都是比較像是 包裝比較漂亮或是盒裝 其實我還不太想拆它們的 像這個呢就是肥皂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一整個包裝看起來很漂亮 所以我就想要保持 它原來的樣子 然後這一盒也是就是這個是 Beachology 這個好像是在ASOS買的吧 就是它也是一組裡面呢 就是有身體清潔的東西 有肥皂、沐浴乳啊、泡泡乳 什麼東西之類的 那我就把它盒子這樣子留下來 我知道其實這樣子收納算是很佔空間 不過因為其實我現在的櫃子也還夠用 所以我就不想把東西拆開 然後再來的話還有裡面也是 就都這邊都是身體清潔 就是只要是身體清潔 所以我全部都會放在同一個區域 那像這邊呢就是之前 我男朋友幫我帶回來的沐浴鹽啊 然後這是我姐給我的肥皂 聽起來很好用 然後這也是去角質肥皂等等的 那後面的話也是一樣 這個呢是我朋友去巴厘島買來送給我 我相信去過巴厘島的人 應該都看過這隻可愛的熊 然後後面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龜薄翠的就是身體清潔乳液這樣子 所以呢就是簡單的分類來說 就是大原則就是呢 你先把你快要過期的東西 或是保存期限比較短的東西 放在前面 然後呢把你保存期限還有最長的呢 放在後面 然後臉部呢跟身體的東西要分開 不過以後你要找東西的時候呢 東西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 你找不到 那這個呢就是我的簡單的基本分類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喔 我現在這邊介紹都是臉部的保養跟身體的清潔 那我的臉部清潔的東西在哪裡對不對 那因為像臉部清潔這些東西 算是消耗品可以就是用的更快 基本上呢我不會把它們收在我的這個櫃子裡面 我是把它們收在就是我浴室的櫃子裡面 所以呢待會就帶大家去我的浴室看看 然後下面這一層的話呢就是放我的指甲油這三盒 大家等我一下 那下面的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很少用紙面膜 通常都是只有出國或者是特別想用的時候才會用 所以呢我之前就是有買那個 這叫什麼TT面膜吧 然後就是剩下一些些 我就用我的歐數蛋這個透明的袋子把它們裝著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我的去光水的 這叫什麼存貨 然後呢這邊就全部都是指甲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盒 1 然後還有2 還有3 這三盒都是指甲油的東西 沒錯就是 我已經從之前跟大家分享的1盒半一下 已經變成3盒 然後這個呢也是就是 辣就是可以生成 那叫什麼滋潤你指甲的東西 那右邊這一箱呢 這個盒子也是那時候在好市多就是買零食 因為我非常的愛吃零食 然後我覺得這個盒子非常的可愛 我就把它留下來 因為紙箱啊真的比較好收納 大家看一下它這個紙盒子 非常的薄 所以它不會佔用你櫃子太多空間 可是呢它又可以非常的收納 它這邊呢就全部都是我的化妝包 就是 對我知道蠻多的 就是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買東西就是這樣 它會一直送化妝包 有時候化妝包這種東西 真的還蠻煩惱的 有時候你想要送人家也不見得要 那留在你身邊其實 就是又不是那麼 就是需要這麼多 然後這個呢也是就是旅行用的很大的一個化妝包 好的這個呢就是我的房間的三層櫃的收納 那現在呢就帶大家到我的浴室去看我的臉部清潔東西的收納 好的現在呢就來到我房間的浴室 這個呢是我門後的櫃子 這邊有一層 下面有一層 下面看起來很亂 可是其實它們是很景仰有趣的 就是一個我看得懂的秩序 然後上面是就是把我的浴巾 然後上面有另外其他的就是櫃子 收納我的喜歡的空瓶子的東西 好主要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層的東西 大家現在等我就是把那個腳架放好 好的現在主要呢就是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區的收納方式 大家現在這樣看一定會覺得很亂對不對 可是呢我待會跟大家就是介紹完之後 大家一定就知道就是我是怎麼擺的了 首先呢我們所謂臉部的清潔東西就是包括了眼唇卸妝啊 或是我們的臉部卸妝洗面乳都算 那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我的第一排 就是這邊有Chanel然後L'Oreal 然後還有這邊Australis 這邊的第一排呢基本上就都是全部我的眼唇卸妝的東西 然後呢接下來第二排這邊呢 這兩罐也是很難用的 就是FASIO的以前早期的那個眼唇卸妝液 那像這邊眼唇卸妝液的擺放順序呢也是有哲學在的 就是呢我會先把快要過期的東西呢先放在左邊 像比方說這一罐NATIO的 然後再來呢就是藍蔻的 那這一罐Chanel它是保持期間最久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最後面 FASIO也是最久的 再來這邊呢就都是洗面乳的東西 像這個是去角質 這個也很難用 一直沒有丟掉是因為我想要找辦法 就是讓它可以物盡其用的一個方法 想說可以做什麼DIY的東西吧 所以等我想到的時候呢就會來試試看 如果想不到之後會再把它丟掉 那這邊的話呢就都是洗面乳的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呢也都是有按保存期限來放 就是順序應該是先用它再過來是它這樣子 然後這個呢是Bobbi Brown的 這個是卸妝油 這是唯一卸妝類的東西放在洗面乳區 因為就是我的卸妝油區那邊已經放不下了 但是你知道偶爾就是會差一個就是不一樣的系列的東西呢沒有關係 但是大部分你還是要把同一類東西放在一起 這樣你自己才會知道你真的有什麼 那再過來的話這邊還是一樣就都是洗面乳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這樣一盒太可愛就忍不住想買 然後這邊呢就是我的洗面罩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洗面罩 這個是我的好朋友Sherie送我的 然後呢洗面罩的後面這邊呢就是卸妝膏 這個是欠碧的 這個是之前在機場看到覺得很有趣就買了 然後卸妝膏的後面呢我就會放就是我的三包的這個 就是我很喜歡用的這種卸妝布膜 所以基本上其實這樣介紹完大家應該就知道 其實放的東西還是有一定的順序 就是這邊呢是眼唇卸妝的 這邊是洗面乳洗面乳 那再來呢這邊邊這邊這幾罐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呢就是 楊家鵬最喜歡的Philosophy的這個 三合一的就是全臉跟眼唇都可以用的卸妝的產品 這一罐呢它是最快要過期的 我就會把它放在前面 最後面呢這一罐就是之前我以前我男朋友在澳洲買的這一罐呢 它是保持期間最久的就把它放在最後面 那剛剛那邊就是我的臉部卸妝清潔的東西都介紹完 那這邊呢就是會放我的洗髮精的東西 這個呢就是買了很久都還沒有用的那個Lush的這個洗髮餅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有一個訂閱者 他人很好就是秀蓮 他送給我的一個就是 護髮的就是使用後面充水的護髮的產品 秀蓮謝謝你 然後呢這邊也是一個就是之前在 每次只要在成品就會看到有一個櫃就是橘色黑色好像是可以開頭 感覺名字跟卡詩很像的一個櫃 可是它不是卡詩 然後這也是買的護髮產品 就是基本上我會把就是比較常用的清潔的東西放在這裡 就不用再去櫃子裡面挖 那這一罐呢就是那個卡詩的這個護髮的護色洗髮 如果只要就是有染頭髮我一定會乖乖用護色的那個 染後護色的一些保養東西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我的備用的牙刷牙膏 後面也是後面的話這個也是牙膏 然後這邊的話呢邊邊就是一個 我在第一買的很有趣的東西就是無味洗髮精 這個可以自己加精油或是你喜歡的色素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洗髮精的備品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東西就是蠻多的 可是呢其實雖然是蠻井然有序的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也是相對給我自己的警惕 但我今天看到我所有東西就是都已經擺滿了 沒有辦法再塞東西 我就知道不管外面的就是洗髮精護髮乳再怎麼特價 我都不能買就是我一定要忍住 雖然講這句話 可是其實我上次又去freshline就是買了一組護髮的東西 不過不管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 東西呢就是這樣子放 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手指 就是你們有發現其實這是有指甲油的顏色嗎 這個呢是remote的一個很淡色的指甲油 然後呢淡到就是對啊要藏好幾層才看得到 因為它顏色就是蠻透明的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指甲有點黃對不對 沒錯就是我上次不是就是有用那個 Cyber Color的那個指甲油 就是我有做就是法式指甲就是我在我的臉書專頁分享過嘛 結果你知道我就是把那個指甲油一卸掉之後 我整個指甲就變超黃的耶 虧它來說它是什麼沒有含什麼太多什麼化水成分都是很天然的東西 可是既然把我的指甲就是搞這麼黃我就不是很高興 好反正呢這個對今天是分享就是remote的這個指甲油 那今天這個分享呢也是因為之前就是有訂閱者跟我說 想要看我的就是包容品怎麼收納 所以呢今天就有空呢就來拍了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以上呢這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覺得有這支影片有用 如果你對這個影片有任何的意見跟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也別忘記要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呢我現在也有臉書專頁跟Instagram了 所以呢歡迎大家來幫我按讚跟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就先這樣子喔 Bye 謝謝大家